所以咯 照成龙大哥的规划 中国大陆大力推的生产服务业 台商是有机会的咯 商机多大呢 可以抢到什么 来 成龙大哥请上来 我继续帮大家追细项咯 他的资料当中我们来看咯 到底呢 台湾的强项在哪里 哪些的商机吃得到 基本上呢 如果他这个服务业 是太在地化的 那我们就抢不到商机 譬如说我刚才举个例子 那个打扫阿姨 你总不会从台湾派过去 对嘛 对不对 不会嘛 餐厅你不会从台湾找去那边经营嘛 对啊 所以那种太在地化的 或者说比较低阶的 就让当地人去做吧 所以我们抓的抢的是高阶的 对 我们当然要抓我们台湾的强项嘛 对不对 所以这五大项里面 我们台湾不会通通包啦 譬如说什么交通运输 也不可能找台湾的啦 黑猫宅急便也不可能跑去那边当物流 对吧 所以我们要做什么呢 研发设计 譬如说我帮你设计 整个工厂的运行系统 对不对 这个就很OK 你不要小看一家公司的工厂 工厂要盖好之前 是要有人设计的 包括电线怎么走啦 配线啦 然后那个机器放在哪里 设备要怎么摆放啊 是整个流程比较顺 都要设计 对啊 所以我说我帮你设这个嘛 这个比较OK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国内有那个厂房设计的专门 我们太多那种工业电脑 自动化的领导厂商 待会我们举例 再来呢就譬如说企业租赁 台湾的租赁业的优势在哪里 我们的资金取得比较便宜 台湾利率多少 一趴多 对吧 中国大陆利率多少 至少我们的好几倍吧 所以你在你做租赁业 第一个是不是 你取得资金越低的话 而且我放出去 可能是五趴六趴七趴 赚到利差大 赚很大 所以你看现在很多的租赁业 在中国大陆发展很好 所以台湾借资金放到给中国大陆运用 我插播看一下吧 我们国内有一家租赁业 中租笛合嘛 好像是做得不错 而且中租好像印象中 他是中信集团 对对对 而且中租笛合 哇 他的市场好像主要也都是大陆那边 对对没有错 所以股价这个就是摆明了生产服务业 对没错 所以所以刚才瑞涵讲到重点 再来看第三个检测 什么叫检测呢 所有的产品出来以后要不要检测 要嘛 半导体都要检测了 对所以呢 我们台湾在这个方面 我们有非常长的经验 十几二十年的经验 所以不管是半导体也好 甚至现在比较新的像自动车的这个检测 也都很重要 因为车子里面的电子元件越多 你越需要安全性的检测 对吧 所以我们台湾在这方面也也算很强 所以我们也来做这个部分 跟你讲不要说电子业要检测 连你呢 袜子你有穿袜子吧 丝袜啦一般的袜子啦 袜子做好之后都要实测 对没有错 所以我基本上呢 从台湾的角度来看 这三个方向是我们可以着力的 所以我们再往右边追了 因为中国大陆生产性服务业 接下来会有相关概念股 跟大家做一下分享 这个商机在 那另外一个这就不太懂了 专攻到半导体 美国封杀华为 为什么 高通是美国大厂 半导体大厂 怎么问说是意外赢家呢 还有台积电我刚刚念的 智慧车半导体两个新闻 好 基本上呢 最近大家觉得很奇怪 看那个美国股市 什么高通的股价在涨 甚至美光的股价在涨 我看一下 我知道美光今天好像呈现大涨的格局 看个K 美光跟高通这两个都是半导体 对啊 理论上来讲 不是不能卖 不能卖东西过去吗 对不对 可是你看从华为禁令开始 商的都是商什么 台湾的那些半导体公司 华为相关概念 美国本尊 美国自己本土的半导体公司 没有什么跌 你看高通 这个高通是创 基本上他们是受害者 对啊 可是你刚刚看到美光也好 高通也好 他有跌吗 没有跌 没有跌 对吧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很多人就在想说 我告诉你 川普他在打华为 基本上他绝对不会把自己的美国企业打死 他要打的是外面的 譬如说你们台湾的 你们韩国的 你们日本的 你们欧洲的 谁呢 给我卖东西给华为 支柱他 支敌 那个我要打你 但是呢 我美国的第一个我在去年我就禁止了 对不对 他这个华为经历不是去年就有了吗 对不对 一开始他就进美国本土的 美国企业 对他最近的修法是在修海外的 对对吧 对 那现在反而是我去打海外的那一些供应商 可是反而我本土的可能 我在猜了 因为选举快到了 本土的这一些晶片业者 我要开始照顾他们 所以我反而就说我开了一扇门 因为他现在的规定是说我虽然打你 可是呢 他不是真的不卖给你 是说你要取得我美国的什么许可证 一百二十天的缓冲期 就是要经过商务部的认可 你才可以出货给华为 对 刚刚成龙大哥有讲到针对美气是第二阶段 台积电这边的已经是外面的 美国以外的这些企业是第三阶段 第二阶段呢 我口头待一下了 那时候他们规定说 美国企业如果呢要出货给华为的技术含量 超过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的 就不能出货给华为 对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基本上打华为啊 我们讲回到打华为这件事情 打华为 他到底是打华为的什么 因为华为有两个东西 一个是5G通讯设备 一个呢是手机 你觉得川普比较怕哪一个 5G设备 对 因为5G牵涉到国安 对 对吧 他主要是5G啊 那如果今天华为的手机 我一定要打吗 可以不用啊 对啊 而且我打华为的手机 你知道对我美国企业伤害有多大吗 华为手机的晶片是用高通的对不对 高通或者里面一大堆的晶片 都是用美国企业的 对 所以你去想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理论上是要打5G啊 可是呢 我一起打了啊 我连他的手机是不是也一起打了 导致我过去这一年 我美国的企业在呱呱叫啊 他们少了华为的订单 少了很多的商机啊 你看华为的手机 人家去把它拆解 什么用到我美国的晶片 本来是25% 现在变得只有一趴 对吧 少的都是我美国企业啊 所以这个时候川普会不会就说 那我干脆 我坚持打5G 可是呢 我对于手机这一块 我放 不要打 我就不要打了 哎 我觉得这个很聪明 对啊 因为华为手机 你不要打他 说实在的 以后也不会越卖越好 因为他里面没有Google 没有脸书 什么都没有啊 所以照你这样研判有道理 还有 华为的手机晶片 都是他自己设计的 对啊 海思对吧 对啊 那如果让你海思活不了就好了 我华为手机不把你打死哦 可是我把你海思打死了 海思怎么被打死 怎么打 对我等一下就会讲 EDA那个我就是要讲 主要是讲海思 那我前面先讲 如果我把你海思打死了 他就没晶片了 可是我华为手机还是要出啊 那怎么办 那就找我高通啊 天啊 是这样的逻辑哦 是不是 我还是有打你华为啊 对我把你最重要的头脑 打死啊 那你还是要 手机还要晶片啊 那你只能靠我美国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川普会不会开始在思考一个逻辑 就是说 我华为禁令实施一年以来 第一个华为也没被我打死 对吧 第二个 我要打的 其实也不是他的手机 其实手机对我来讲 也没有什么威胁 对吧 我干脆就这样子 我手机放胎码 能够让我美国的企业呢 哇大做生意 对吧 然后你看 譬如说 2021年华为的旗舰手机 可能就采用高通晶片了 明年呢 为什么 那为什么 2020年以前不是 因为2020年以前 华为的旗舰手机 都是用他们海思的晶片 那如果海思被我打死了 以后你就只能用我高通的了 这招很狠 华为集团旗下的晶片大厂就是海思 海思自己设计 然后呢给台积电来进行代工这些等等 所以呢 2020的目的 把华为的心脏 海思给拔掉 对啊 他就去找他拿心脏哦 对啊 你看 我把你海思 头也打死了 尾也打死了 尾是什么 你不能下单给台积电啊 对哦 对吧 就算你设计的出来 你也不能给我下台积电 所以台积电这边断了 海思的这边设计的也断了 让你只能买我高通 美国怎么那么坏 选举要到了嘛 对不对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基本上川普这个人 你要了解 什么才是他最重要的事情 股票市场 他不可能做很多的事情 包括可能今天的什么 开中国的记者会 他不会让美国的股市大跌 因为如果美国股市大跌 他就真的选商的机会就很低了 十一月就甭选了 对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去考虑 好 那我们再讲到另外一个苦主台积电 台积电基本上是这样嘛 反正三不转路转 现在的手机啊 晶片这个部分呢 因为华为的事件 搞得这样沸沸扬扬 那我没关系 我开拓新南海 智慧车半导体 对吧 因为台积电基本上 什么晶片我都要做啊 除了手机晶片 除了高速运算晶片 我还有什么未来的物联网 人工智慧 当然还有智慧车 对吧 未来的车子 一定是越来越智慧化 不是只有高阶车种才智慧化 现在连中低阶的 次种都很多的那种 ADS都变成标准配备 所以您上次教过 一一辆智慧汽车 对 基本上的晶片多的不得了 多的不得了 现在主动安全啊 什么什么 都要什么防撞 对 你你很多东西都用在 每一台车上的话 那基本上我台积电的订单 来自于车子的部分 是不是越来越多 所以我现在台积电 干脆怎么样 照告天下 我有一个智慧车平台 对不对 你们就来找我下单 而且这样子有助于 让这些车用电子厂商 降低成本 所以台积电的辞举 等于山不转路转 手机晶片被你美国给打到了 没关系 我开拓新南海 我走另外一条路 对啊 挑挑大路通罗马 照赚钱 对 所以我要 我要心力 也要防闭嘛 对不对 那防闭的不能怎么做呢 手机的晶片 我还是不能放弃啊 所以呢 我就聘请了一个 华府的游说专家 真的 他曾经在美国商会当董事 他美国商会董事 现在台积电有一个部门 叫做什么 政府关系部 有这个真的哦 对 政府关系部的总监 就是他 是哦 那他要负责什么 你也很清楚 就在华盛顿里面 然后去游说 对吧 讲一讲 对对 所以我觉得 你看台积电 也是出了很多的动作 因此呢 我们来最后一张 掌握一下 相关概念股 中国大陆生产服务业 跟半导体呢 帮我们扫描一下 好 那我们刚才瑞涵很厉害 你看都知道 我有讲中株 对吧 那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对吧 那再来我们讲 盐华 盐华就是我刚才讲的 自动化的龙头 他基本上 你这家公司呢 想要智慧生产 智慧物流 你就找盐华就对了 那盐华呢 目前来讲呢 这个EPS 今年大概有九点五块 本益比三十一倍 最近法人呢 也是有买超 但三十一倍稍微高了一点吧 因为以他的一个品牌的一个高度来讲 还OK 还OK 所以工业电脑研滑这种 可以享有比较高的本益比 对 因为他最近的本益比比较高 是因为毕竟来讲 受到疫情的影响 所以第一季的EPS比较低 所以今年才会稍微低一点 但是未来会恢复正常 那宜特呢 就是我刚才讲的检测设备 不管是电子产品的检测设备 或者未来在车子里面的智慧车的检测设备 都是宜特的一个专长 那最近你会发现 法人大买 这个EPS大幅的串升 本益比还在十六倍 非常的OK 你去看他的股价 他的股价最近的走势很厉害 宜特看 非常厉害 创新高 对 所以所以你看嘛 就是说在中国大陆复工以后 他有这样庞大的需求 生产服务的庞大需求 再来我们再提到联发科跟台积电 台积电 我们刚才讲了很多他的一个故事 这两档是投资人最关心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因为刚刚好精彩 先请回座成功大哥 回来之后 这两档检查完 我再扫过一遍 如果您对他有那么一点点兴趣的话 因为最近的行情真的比较难操作 也请专家叮咛一下 如果您的进出原则 该怎么把握了 成功大哥就这么结语完 时间再交给圣哥了 圣哥我今天对他大盘的提问 有点担心 不过圣哥说 五月份走了不三不四的行情 是怎么回事 指数收黑 棒子月K却收红 怎么会这样呢 那六月份的台股 台股六月天是顺遂的 还是走得颠颠勃勃 问清楚 今天MCI沉重的调整的关系 爆量收黑两点爱不爱事呢 还有第二个 资金窜逃 从香港离开之后 到底国际热情 Hot Money在亚洲国家的流向呢 来到我们台湾 是进还是出呢 牵动我们的台币 跟我们的股市 这一点非常重要哦 钱到底怎么走 我有证据 让他说话 我们的股市